幸福树是比较好养的棺叶植物 养护过程中很多花友都出现了跟我这盆一样的情况 其实这是被晒伤的 幸福树是比较耐阴的 养护过程中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就会出现叶子被砸伤 最后发华脱落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这些干枯的叶子全部的露干净 然后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 让它慢慢的恢复生长 盆土我们要砸砍 如果是长时间不换盆 要马上给它换盆 这段时间尽量不要施肥 主要是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盆土干透交透就行了 这样你的幸福树很快就恢复生长了 好了 再见